刚接触日语的你是不是这样的 五十音图背了望 望了背背了又望 别慌 接下来小丽老师带你找到全网最好 最简单的五十音记忆法 嗨嗨 大家好 我是你们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车见车往来的小丽老师 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呢 来看到这里 就是这个五十音的第二行 之前我们学习了阿行对不对 那我们进来学习一下 它第二排的这个咖行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我先来给大家读一遍 注意听哦 还记得小丽老师之前 在讲前面阿行的时候 是不是说过 其实五十音它是很简单的 一点都不难 只要大家把前面的五个原音给学会了 后面我们学习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用辅音去拼读 就好了 那咱们前面学习的那五个原音是什么呢 嗯 有没有东西还记得 是不是咱们上节课学的那个 阿 是不是 你知道我们把这五个音学会了 我们只需要用这个辅音去连接这个原音呢 把它拼读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好 那这第一个呢就是 拼在一起明白了吗 所以说同学们 你前面的 你都给我学的乱七八糟的 牛鬼蛇神的 那你还指望你后面能学的好吗 你还指望你后面的发音能发好吗 不可能的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你这个五声音 前面这五个原音都没读对的话 那你后面发的一定都是错的 正所谓上量不正下量歪嘛 对不对 就是这个道理啊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在基础上的时候 就格外注意 那么话不多说 我们来记录今天的学习吧 我们先来学习下卡行啊 我们先来学习卡行第一个 那么首当其冲的呢 就是第一个 卡 听清楚老师是怎么读的 卡 卡 卡 听清楚老师是怎么读的吗 读的时候是不是很小的 一个口型的感觉 卡 卡 卡 我没有说卡吧 我没有说卡吧 对吧 不是啊 不是啊 像是我以前看那个活人者的国语版本呢 就就有点尬啊 它里面一句台词是这样的 卡卡西 这次你死定了 卡卡西啊 卡卡西 对不对 当时看到我是 还蛮直立的 所以说就是这个大家要注意啊 当然我不是说我们的国语配音不行 只是说日语和咱们中文的发音是有差异化的 我们中国人说的时候是什么 老师经常强调的那四个字 是不是自证腔圆啊 对不对 你嘴巴要抡实了 而日本人说话的时候呢 他要求的是一个小口语 你能理解吗 所以说你卡卡西 你得发成 卡卡西 卡卡西 卡卡西先生 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 而不是卡卡西 卡卡西老师 对不对 所以说这第一个字啊 是 可 啊 卡的一个发音啊 可啊 卡的一个发音啊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记这个音呢 首先同学们可以看到 这个字后面是不是写了一个加减成熟的加字 对不对 然后呢 今天小力老师给大家画一个小车车 嗯 画一个小车车 给他贴两个轮子 画的有点像船啊 救命 好好 我给他画了一辆小车车 对不对 然后今天呢 这个小车车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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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他就开啊 然后开到了一个坑里面 是不是 看到一个坑里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又很急 完了完了 怎么办呢 是不是 我怎么可以把我的爱车啊 我的小车车 给推出来呢 给弄出来呢 是不是 那个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需要一点力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 再来一点力 哎 就是读成一个咖啊 就变成了一个咖 是不是 因为我们卡到了一个坑里嘛 所以说我们要给他来一点力 啊 所以说就读成一个咖 大家懂了吗 懂的东西呢 可以敲一个一哈 嗯 好 那我们再往后面看啊 我们再往后面看 我们刚刚看到的平假名 对不对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他的一个片假名 那片假名其实更简单 那其实就是一个利器的利 一模一样 和中文一模一样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说记忆方法呢 就是车卡到了坑里 要加这么一点力 大家都学会了吗 这个咖行 这个咖 啊 咖咖咖咖 学会了吗 学会同时呢 哎 来跟着老师往后面看 我们来看到第二个 这第二个字呢 读做一个 读做一个 那这个字 应该怎么去记忆呢 啊 同样 咱们先讲一下这个发音啊 发音同样是 先是一个 对吧 先是一个 然后加上一个 一 这个一啊 对不对 那比如说 大家以前有没有看过 爸爸去哪儿 这个中意啊 有没有 像是第一季 林志颖的儿子的名字啊 就叫做 对不对 那个很小很可爱的 那个小男孩 是不是 所以的话呢 哎 这里就是读做一个 KID一个发音啊 KID一个发音 那应该怎么去记忆呢 啊 那我相信啊 如果说是 大家看到我 下面画的这个人的话 应该是注意到了 对不对 啊 小李老师我画功不乏啊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来这里 给大家画一个火柴人啊 画一个火柴人 这里呢 哎 我先在这里画一个火柴人 这是他的两个啾啾 然后两个手 嗯 平行着往前面伸 你们同学也可以试着一下 把这个手 哎 这样两个 两个横胳膊 是吧 两个胳膊两横 哎 横出去 是不是 然后呢 哎 这个胳膊干嘛呢 这个时候 我的胳膊上放了一个东西 是什么东西 他是手上啊 放了一把刀啊 架在这里 架在这里 那架在这里干什么呢 啊 他原来是这边刺石头 刺石头啊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鬼灭啊 鬼灭啊 是不是 那鬼灭里面是不是也是那个汤吉罗啊 在这边劈石头啊 是不是练武之人 所以说这个字写的时候呢 就是他第一一横 第二又一横 第三 他竖下来 然后再一个石头弯下来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那么 有同学就会说 哎 老师 你怎么写的这个和前面这个有点不太一样啊 啊 有没有同学有这样一个疑问 有没有同学注意的 嗯 是不是 那么大家要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这个呢 啊 他是叫做一个书写体和印刷体的一个区别啊 其实在英语里面也有印刷体和数学体嘛 对不对 就算是你即使是美国人是不是 他们平时去写的时候 他们也不会去专门写成这个样子啊 他们也不会专门去写成这个样子啊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哎 这个就是印刷体啊 这就是印刷体 这个就是书写体 嗯 那刚刚老师跟大家教的印刷体呢 就是这个 对不对 我给你给你们教的是这个印刷体 对不对 对 但我们平时啊 写这个 普通的 这个书写体就好了 不要去写这个印刷体 因为印刷体这里的话是连着的 发现了没有 发现了没有 书写体的话我们只要 哎是吧 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用过那种 呃 记号笔啊 或者说是那种钢笔一类的 是不是 那我有的时候摔到地上一下 哎 可能就突然摔的没没了 是不是 那我们就想象一下 我们没有没的感觉 是不是 我们写到这里哎 然后就断没了 然后我们写下来的时候 他又有了 就这种感觉 就这种感觉 是不是 但是你会发现这里其实是有提笔的 其实这里是有提笔的 那其实我一般写的情况下的话 其实我就这样写的 我就这样写的 我不会去专门把这一笔写出来 当然这个看个人习惯 你写出来 他也不会算你错 因为印刷体的话啊 你写成这样才会算你错的 就是就是你在有的时候 你在考试的时候 你不要去专门去写印刷体 有的时候你写印刷体 老实是会判你错的 所以说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下 大家要注意一下 好吧 嗯嗯 好我们再来写一遍 我们再来写一遍 先是怎么样 我们是不是要先一横 再一横 然后一竖下来 结果这个时候我们怎么了 是不是没有墨水了 断墨了 然后又写着写着 哎 我又把它写出来了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就这个样子 就这个样子的 是不是 记忆方法是什么呢 记忆方法就是 两个胳膊 拿着一个箭 是不是 然后我在这边刻字 然后这个箭呢 它怎么样了 箭它断墨了 这个就有点怪了 这就有点怪了 是不是 所以说 这里接下来就可以了 把这一笔写下来就可以了 嗯 好 那它的片甲名呢 刚刚我们看了片甲名 对不对 它的片甲名就更简单 就是两横 斜着一笔 就OK了 是不是很简单 是不是很简单 嗯 好 这个学会了吗 这个学会了吗 这个学会同学可以敲一个 二哦 可以敲一个二哦 那我们下期见啦 またね